在联赛杯曼联与德比郡赛前的训练中,曼联主帅穆里尼奥,告诉8900万棒先生伯格巴,他将不再有机会担任曼联队长,两人的关系,再次出现疑问。 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称,穆帅对伯格巴在曼联一比一平狼对赛后的言论非常恼火,因此向曼联全队和伯格巴宣布,吃毒他出任队长的资格。 曼彻斯特晚报报道则说,穆帅质疑伯格巴过于个人主义,一直不肯变成一名团队型球员。 本赛季,伯格巴此前曾三次担任曼联队长,曼联队德比郡之战,伯格巴并未参赛,曼联队长由老将阿什黎阳出任,曼婉称。 上个月穆帅和伯格巴,曾进行过一次会议澄清此前的问题,试图修复关系,随后球队一度取得三连胜。 但一场备受批评的平局后,两人的关系再次出现波动,曼联被狼队逼平后,伯格巴的发言非常大胆,他认为球队战术不对,应该更猛烈进攻,我们一比零领先,这本是积极因素,然而我们之后更倾向于防守反击,我们不再像上半场一样向前,我们没给对手制造麻烦。 至于为啥曼联不能发动强势进攻,伯格巴说,我不能告诉你,因为我是一名球员,我不是主帅,那场比赛,伯格巴助攻一球,但他的中场过人被断,也导致球队丢球被扳平。 在德西木帅宣布伯格巴不再能做队长之后,应超宁素,利物普就将杰米·雷德克纳普认为,伯格巴和睦帅可能最终都会离开曼联,小雷认为伯格巴公开发标是错误做法,这没有帮助,那是一个有道理的答案。 我能理解,我确实能理解,我相信更衣审里的球员也会讨论这事,但我不认为说出来有任何帮助,别跟媒体说,直接告诉主帅,我不认为他们发挥出了伯格巴的最佳水平,但他自己也必须做得更多。 现代球员需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不过主帅也有责任,克洛普能发挥他的球员的最高水平,瓜迪奥拉也是,但曼联这里有许多浪费天赋的现象,至于木帅和伯格巴在曼联的未来,杰米·雷德克纳普断言,不认为我他们都会留在这里,可能两个都不会留下。 另一英超名宿达伦本特也说,他们两人之间的态度,我不太理解,曼联状态不佳,你需要最好的球员,主帅有些难辞其咎,作为球员你希望自己受到宠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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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》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